随着雇员工基金局推出了名为灵活户头的第三户头 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专议 有人赞成 有人质疑 然而 理财规划师却认为 如果能够适当地使用灵活户头 不仅可以应对紧急情况 还可以对日常生活提供保障 那到底该如何合理的运用呢 首先 我们来了解一下灵活户头的基本概念 灵活户头是个允许会员在需要时提款的应急选项 但这并不是一个非用不可的账户 理财规划师周志强表示 工基金局是经过审慎评估后 才决定重组存款户头结构 并允许会员们从灵活户头提款 他强调 既然灵活户头的存款已经开放提取 会员们就应该算加利用这个新增设施 那么会员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使用灵活户头的存款呢 周志强建议在以下四种情况才考虑提款 第一 用于解决财务软美之急 比如个人或家人意外时 无法支付医药费或失去收入来源 方可动用这笔资金 第二 在失业或收入不稳定的过渡期 可以暂时使用这笔存款 应付日常生活开支 第三 应付一些额外的必要开支 如果银行存款不足 而家庭又出现额外的必要开销 比如新选额的相关费用 或侄女的入学费用 可以通过灵活户头的存款 减轻财务负担 第四 用于自我争执 比如报读培训课程 学习新手艺 创业经营小本生意等等 为长远生计铺路时 使用灵活户头的存款是可行的 周志强还认为 工基金局将退休户头 也就是原本的第一户头的存款比例 从原本的70% 提高到75%是合理的 因为这样能让会员的退休金 得到更大的保障 不过他也指出 随着灵活户头的推出 安康户头也就是原本的第二户头的作用 可能会被弱化 过去安康户头的存款占比是30% 现在只剩下15% 功能已经大不如前 无论如何 周志强呼吁会员们 一定要理智地使用灵活户头 切不可将存款 挥霍于购买奢侈品 或满足物质上的享受 因为这与灵活户头的初衷 背道而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